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會有其他不受599F規管的處所 例如包括一些民康的設施 康民署有很多設施 例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 我們都會放入疫苗氣泡的安排 亦包括學校 學校也會放入疫苗氣泡 但每一種處所究竟疫苗氣泡的要求是適用於員工 還是適用於所有人 我們的細節還在安排 至於為何不在農曆新年前擴大疫苗氣泡 林鄭月娥說需要時間給政府和各界準備 以及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大家真的需要時間準備 尤其昨天出來見傳媒的餐飲業界 所以很難立即10天8天後要做 因為很多飲宴和活動 訂了桌子或場地 另外亦要讓我們有時間 去釐清所有技術的問題 去方便這些處所 將來如何核證疫苗接種的紀錄 我們還在尋找千方百計的方法 是很方便的 它可以檢視到客人或進入廁所的人 是否已打針 第二方面就是要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因為你只說了之後 都會突然由幾千人變成昨天的一萬八千人打針 換句話說都要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第三就是因為網上已經有很多造謠 所以我們要預先說清楚政府在抗疫方面 和提升疫苗接種率的方向 讓大家不要受到這些謠言 來誤導 林鄭月娥也說 暫時沒有計劃將疫苗氣泡延伸到私人機構或商場 強調做法影響很大 今天之後各個局長也會接觸他們旗下的公營機構 例如防委會、市區重建局 也呼籲他們跟從我們的做法 暫時沒有計劃將它延伸到私人工作間 或者是一些你剛才提到的商場 因為這個影響就會非常大 差不多等於在外國可能是足不出戶 除了是一些很緊急或者很必須的事 所以這個是暫時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你說往後再按著疫情的發展 或者我們的疫苗接種率會否考慮 這個我不能排除 他又承認本港出現Omicron個案 影響與內地的免檢疫通關 相信要等多一會兒才能恢復與內地的正常往來 計立長新聞宣布停運後 眾新聞亦停止運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兩個媒體宣布結束是屬於自己的決定 不應該將他和新聞自由掛勾 正如其中一個新聞的媒體 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事 我們的執法部門也沒有接觸到他 也沒有做過任何事 如果他自己有一定的看法 一定的擔心 而是決定要結束 這個是在香港一個商業社會時常都會發生的事 特區政府做的不是打壓新聞自由的工作 特區政府做的是依法辦事的工作 我們都歡迎如果有新的媒體出現 只要它不是做違法的行為 它是可以繼續在香港做新聞的採訪 事實上我剛剛得到的數字 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 這些媒體的登記用戶是有增無減 以本地媒體來說增加了5.4% 海外媒體增加了9.5% 反而內地媒體就有少許下降 去年六四集會案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被裁定 線或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周幸彤由籌青藥送到西九龍財辦法院 他去年在網上發表關於六四的文章 提到堅守陣地和點燃燭光 被控線或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他早前否認控罪 說旨罪是鼓勵公眾悼念六四 並不是煽動參與集會 裁判官陳慧敏最終裁定他罪名成立 周幸彤之前已經因為前年六四非法集會案被判監一年 全球多地新冠疫情急衝學化 加拿大安大略省再度封城 禁止食肆堂食 學校要網上搜課兩個禮拜 法國計劃推行疫苗護照 乘車及去食肆必須出示針止 美國批准為12至15歲青少年打揮 說服必泰疫苗加強劑 英國承認醫院面臨巨大壓力 英國新冠疫情仍然嚴峻 休息一會 稍後有其他消息 回到審問時間 下場的消息 恆生指數中五收市部 23206點 跌68點 總成交超過656億 稅會有港股 騰相股跌7.4 雙湯升7.3 若明森跌6.7 阿里巴巴升7 美團跌4.2 比亞迪股份升7.6 恆生中國企業跌3.6 仍負基金跌4仙 斯摩爾國際跌3.7 中國中藥跌1仙 其他主要臨首 匯控升7號 友邦升5號 中移動升2號 港交所跌8元 煤氣跌8仙 恆生科技指數 5559點 跌81點 內地股市 上證綜合指數跌12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109點 中國恆大下午伏牌 確認海南項目39棟樓 被政府要求拆除 而早前集團說 會和境外債權人協商債務重組 當中涉及資產分配 分析認為 恆大的債務危機如何化解 為面臨資不抵責的同業帶來指引 到底恆大在整個重組的過程中 資產如何分配 資產如何出手 到底最終債權人會損失多少 究竟後面有沒有政府出手 有沒有國企出手 這個是對整個版塊 以及對其他房企 如何解決對他們自己的問題 是有一個很大的指引 其他消息 中、美、俄、英、法五國首次防止核戰和避免軍備競賽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核武只可用來防禦 各國應避免戰爭 副外長馬昭旭說中方不會率先使用核武 願意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合作 但長時間用電子產品 容易令身體多處出現痛症 有醫生說近年痛症問題有年輕化的趨勢 甚至有小學生來求診 阿榮自疫情以來就在家工作 朝七晚十一大部分時間都是坐在這裡對著不同電子產品 未到三十歲 他的肩頸、手臂等都因為勞損 出現持續繃緊、疼痛等徵狀 令他決心求醫 有時候我痛到睡不到 或者未必抱到女兒 最近這兩次他哭著我 我的手很痛、痛到很悲 我無法反應 最嚴重的是我的手腫了 我的前臂腫了 一項國際研究指出 香港人平均每日用6小時23分鐘上網 有醫生指近年痛症年輕化趨勢明顯 而疫情期間學校轉為網課 更見過有少一學生因頸椎問題求診 我都試過看過兩個小孩在冬天 可能脫下衣服 要脫開頭 吐一隻手 就已經立即像大人的 躺在頸或拉傷肌肉一樣 很痛到要打針 他見現在長幫子女選購 可調整角度的電子屏幕 減輕他們用電子產品時 頸部的負擔 長期小小肌肉縮起了 收緊就會 如果在小孩說 其實是會影響發育的 我們買回一個 有一個monitor是可以調角度的 變成他們不會追著平面來看 不會很自然地 我看不清楚 或者要很專注去做事的時候 就會伸了頭和頸椎 他提醒家長也要給子女 每隔20至30分鐘休息一休息 無線電視記者郭顯慧報道 北京東澳倒數一個月 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加緊彩排 當局發布東澳主題口號推廣歌曲 一起向未來 記者陳淑儀報道 林鄭月娥公布下月24日起 擴大疫苗氣泡 進入食肆、空文處設施和學校等 必須打再一針疫苗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 被控煽惑他人參與去年六四集會案 罪名成立 全球多地疫情惡化 加拿大安大略省收緊防疫限制 法國就計劃推行疫苗護照 各位我是馬心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2月24日落實擴大疫苗氣泡 除包括戲院、健身中心等表列處所之外 亦都會擴展到所有食肆、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和學校等 今次的疫苗氣泡 我可以在此預先公佈 不僅是599F規管的表列處所 亦都會有其他不受599F規管的處所 例如包括一些民康的設施 康民署有很多設施 例如公共圖書館、博物館 我們都會放入疫苗氣泡的安排 亦都包括學校 學校亦都會放在疫苗氣泡 但每一種處所 究竟疫苗氣泡的要求 是適用於員工 還是適用於所有人 我們現在的細節還在安排 至於為什麼不在農曆新年前 擴大疫苗氣泡 林鄭月娥說需要時間 給政府和各界準備 和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大家真的需要時間準備 尤其是昨天出來見傳媒的餐飲業界 所以很難立刻要做 因為很多飲宴、很多活動 訂了桌子或場地 另外也要讓我們有時間 去釐清所有技術的問題 去方便這些處所 將來如何核證疫苗接種的紀錄 我們還在尋找千方百計 尋找這個方法 是很方便 它可以檢視到 這個客人或進來處所的人 是否已經打針了 第二方面 就是要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因為只說了之後 都會突然間由幾千人 變成昨天的一萬八千人打針 換句話說 都要預留時間給市民打針 第三,因為網上已經有很多造謠 所以我們要預先講清楚 政府在抗疫方面 和提升疫苗接種率的方向 讓大家不要受到這些謠言 來到去誤導 林鄭月娥又說 暫武計劃將疫苗氣泡延伸 去到私人機構或商場 強調做法影響很大 今天之後 各個局長也會接觸他們旗下的公營機構 例如防委會、市區重建局 也呼籲他們跟從我們的做法 暫時沒有計劃 將它延伸到私人工作間 或者是一些你剛才提到的商場 因為這個影響就會非常大 差不多等於在外國 可能是捉不出戶 除了是一些很緊急 或者很必須的事情 所以暫時沒有這個計劃 但是你說往後 再按著疫情的發展 或者我們的疫苗接種率 會否考慮 這個我不能夠排除 他又承認本港出現Omicron個案 影響同內地免檢疫通關 相信多等一會兒 才能恢復同內地正常往來 但是, inevitably, 與一個層次疫情的疫情 除了很多層次 都被訪問 可以全都被返回到 一個判例的判例 according to the variant 但這會有影響 影響到的 這會有影響 我們必須等待再一段時間 前往我們能夠放在香港跟香港的回程中 大圍行峰花園第二座完成強檢 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行峰花園第二座的強檢 早上7時完成 約660個居民接受檢測 當中沒有發現陽性個案 約20戶沒有人應援 政府會跟進 大廈一名66歲的女住客 日前初步確診 涉及N001Y變異病毒株 屬於有一成望月樓群組的相關個案 她上星期一約中午 同8個親友在望月樓的獨立房間食午餐 同最先確診的空中服務員 重疊在餐廳的時間只有15分鐘 屆立場新聞宣布停運之後 眾新聞亦停止運撞 行政長官林勝月娥說 兩個媒體宣布結束屬於自己的決定 不應該與之和新聞自由掛偶 正如其中一個新聞的媒體 我們都沒有做過任何事 我們的執法部門也沒有接觸進去 也沒有做過任何事 如果她自己有一定的看法 一定的擔心 而決定要結束 這是在香港一個商業社會時常都會發生的事 特區政府做的不是打壓新聞自由的工作 區政府做的是依法辦事的工作 我們都歡迎如果有新的媒體出現 只要她不是做違法的行為 她是可以繼續在香港做新聞的採訪 事實上我剛剛得到的數字 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 這些媒體的登記用戶是有增無減 以本地媒體來說增加了5.4% 海外媒體增加了9.5% 反而內地媒體就有少許下降 去年六四集會案 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被裁定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周恆彤由酬請押送去到西九龍裁判法院 她去年在網上發表關於六四的文章 提到堅守陣地和點燃燭光 被控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她早前否認控罪 說只在鼓勵公眾悼念六四 並非煽動參與集會 裁判官陳惠敏最終裁定他罪名成立 就行同之前已經因為 前年六四非法集會案被判今一年 全球多地新冠疫情急速惡化 加拿大安大略省再度封城 禁止食肆堂食 學校要網上售貨兩星期 美國就批准為12至15歲的青少年打火 有時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聞時間關注亞迪財警消息 恒生指數中午收視部23206點 跌68點 總成交超過656億 最活躍股份表現 騰訊控股跌7.4 商湯升7.3 約明生物跌6.7 阿里巴巴升1.7 美團跌4.2 比亞地股份升7.6 恒生中國企業跌3.6 營付基金跌4線 詩摩爾國際跌3.7 中國中藥跌1線 日體藍銷股 匯豐控股升7號 入榜保險升5號 中國移動升2號 港交所跌8元 香港中華煤氣跌8線 恒生科技指數報5559點 跌81點 傳坦內地股市 上證綜合指數跌12點 深證成分指數跌109點 傳統一下 海地在不夠半年裏面 再發生行食事件 總理亨利出席國慶活動期間 遭槍手襲擊 造成一死糧傷 亨利就沒事 當局只是七部兇徒 據報有武裝幫派曾經 又吃飯有另一支新聞